做人不要太攀比 要比就比 谁着急 听说最近滴水湖啊 在搞一个水母电影的活动 我也专程开车 过来凑凑热闹 据说这个水母电影呢 只做三周 本周是周一到周二都有 接下来两周呢 只有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天三天 看看怎么回事 也顺便呢 看看滴水湖的晚上 是不是就是一座空城 现在是晚上八点多钟 看来这边的人气应该还行啊 路边几乎停满了车 我刚刚找停车位就找了半天 呀 这边还有个夜市啊 乐乐极适 感觉人气还行 也不错 在湖边呢 有个好处 风大 凉快 你看这卖啥都有 各种吃福 各种小饰品 啥都有 这边还有供游人 拍照的地方 估计都是周围的居民 游客这个点估计应该没有 这个小步道弄得不错啊 没事晚上吃完饭了 过来溜溜狗 溜溜玩 溜溜对象 这个应该是之前新闻上说的 网红景观桥 感觉目前来说 滴水湖整体给人的感觉还不错 而且很多民生工程 还在陆陆续续的开展当中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水木电影啊 是激光配合水雾做出来的一种效果 我还以为在这边放电影看 现在主要因为岸边的灯光暗嘛 其实我这旁边挤了老些人了 在这看 没看出来啊 滴水湖都八点多了 还有这老些人呢 现在的快九点 这边不仅有夜市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供小孩玩的地方 人也不少 下边还有个夏城市广场 没想到这儿人更多 往里稍微走一点啊 就是16号线滴水湖地铁站 来这边还方便 地铁啊 开车都可以 这下边的正中央是一个搭起来的舞台 我看都是个人在上面唱 我估计有这种比较喜欢唱歌的 花个十块十块的可以上台点歌 周边一圈呢 也是相当于这种夜市 各种吃吃喝喝 主要还是吃吃喝喝为主 烧烤啊 杂串啊 年糕啊 旋风土豆啊 饮料啊 等等 最后啊 我在这个夏城市广场C位的位置啊 发现了一个卖花式棉花糖的大哥 整的挺不错啊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首艺人吗 哈哈 这么看下来 其实整个滴水湖的人气算不错的了 毕竟上海东南角这么远啊 也可以看得出来发展的速度真的很快 市政府对这边的支持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OK 那这个视频呢 先到这儿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转发加关注 下个视频见 拜拜